接下来我们再要谈到美国 但是谈到美国之前 我们要先谈一下印度 印度目前在国际上 跟中国对峙的情况并没有改善 应该说印度总体莫迪 不能让这个状况改善 因为印度目前有内部的问题 已经强大到印度已经有大规模的内乱 跟抗疫的事件产生 印度目前通过的农业三法 让原本至少有最低采购价的农产品 改成了市场自由溢价的方式来进行的交易 这个举动会让已经收入压缩到 极大化的印度农民感到非常愤怒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举措会让农民彻底的 沦为资本家的鱼肉 任人宰割 因为印度的农民 他的知识水平是非常低的 不认知的是很多的 是没有足够的武器跟知识 去跟资本家去溢价 当资本家用极低的价格去收购 你不愿意卖的人 不要说你能够赚不赚钱了 你连成本都收不回来状况 就很容易产生 那么骨剑伤农的状况会更加的严重 很多人会以为 农产品你是地上长出来的 是大地N次的 最多就是人工 所以说成本应该很低 他怎么递的价格买你都会赚才对 这个是错误的 各位很多人这么想 尤其是都市人 都觉得这个一定是这样子 其实这种农业 它不只只有人力 它也包含了灌溉用的电力 水力 养地用的化肥 甚至储存用的农药 耕种用的耗材 收割用的机具 以及烘干用的设备 甚至储存包装的费用 跟场地成本 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 人工只是他其中之一 而当资本家用极低 甚至贴近成本的方式 去收购这些农产品 资本家就可以从里面赚取庞大的利润 因为最终的市场价格 会被资本家控制在一定价格之内 而且粮食只会越来越贵 但是农民却越耕种越穷 一旦遇到了天灾蝗虫 一次就让农民完蛋了 因为资本家不会赔偿你 你这次因为天灾 或者蝗虫吃掉的 他一样付钱给你 不会 他只会买你有的 那么你的损失那是你的事情 所以说农民会越跟踪越穷 而印度总体莫迪 他目前把农民推向这样的火坑 而不是相反的 去积极辅助农民的生活 能够更加改善 他让贫穷者越贫穷 富有者越富有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而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是 印度的13亿人口之中 有一半是从事农业的农民 一半这是非常高的比例 但是他对印度整体的GDP 只有15%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均衡的一个发展 莫迪的政策是一种动摇国本 因为他只看数字 却把一半的人民的生计 推向了火坑跟谷底 将资本家的利益极大化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些农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目前这些农民已经在印度的境内集结了 12万的抗疫群众 要围堵辛德里 要求莫迪下台 而这些农民的这些抗疫示威的 已经把辛德里的部分的交通要道 已经彻底的阻断 所以让辛德里目前的物资都很难的运进去 产生了一些危机 那么当然遇到国内抗疫的群众 印度跟其他国家一样 会用水泡车 会用催泪瓦斯 会用巨马等一切手段来驱离人民 人权 不好意思 这是政府的合法执法方式 没有人权的 只有万恶的中国共产党 印度可是一个非常自由民主不爱的国家 很讲人权的 而这12万的数字 只是目前已经集结的 还在路上准备集结到辛德里的 还有数十万人 而这些的抗疫群众 跟泰国的反泰皇党 以及香港的反送中 这些不一样 他们不是喊一喊就回家 吃饱睡足再出发 而是自备的干粮 要跟莫迪打一场持久战 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带了粮食 跟生活物资前往辛德里 随地而睡 他们的反正他们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也不会回家 他就在那边跟你死磕到底 而印度除了农业三百 引起农民抗争之外 又发生了劳工抗争 一般的劳工也受到劳动新政的影响 让资本家解雇劳工 不需要这样过去那么麻烦 你一定要透过法律的程序 而是可以让你更简单 更轻易的可以解雇你的劳工 让你非常的自由自在 这样让劳工团体也大为不满 感到了愤怒 劳工那边开始就开始有念书了 所以他们也要集结起来 做了抗议 目前在印度里面 已经有两亿五千万的劳工 参与了全国性的罢工 各位记住这个数字是两亿五千万 两亿五千万已经 让欧洲大部分的国家 这全部百姓加起来都没有两亿五千万 而这对印度来说 当印度总理莫迪的匕首 去对着中国说 我要给你拼个鱼石网坡的时候 他背后农民的镰刀 以及劳工的铁锤 这不是常常会比喻气聚吗 说来告诉莫迪 你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 所以莫迪现在要担心的 不是中国的极大化 或是ASEL的公不公平 而是印度自己国内的经济 正在崩溃中 印度未来会不会强大 老师还是相信 印度是未来的超级强国之一 但是不会在莫迪的任上实现 因为一个错误的政策 比你贪污跟愚蠢 更加的严重 而我们讲完印度 我们还是要回到美国的议题 我们几乎没有悬念的 无论美国总统的当选人乔拜登 有没有摔断腿 又敲到脑袋 也无论他是否能够顺利的活到了上任 基本上现任总统特朗普 也就是川普 是毫无悬念的 可以顺利的现任的 即使川普劝说乔治亚的议会 要推翻拜登在乔治亚州胜出的结果 但是仍然被同为共和党的州长去拒绝 这条路此路不通 你想都不要去想这件事 这其实 与其他老师预测美国大选的结果 其实是非常一致的 为什么?特朗普的确连任了 这个没有错 至少在他自己的观念里面 他是赢得选举的那一方 那么这样预充出来的结果 拜登跟川普同时当选的结果 好像也没那么奇怪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这两方面都是当选的 只是上任的只有一个 而美国在未来的政策上面 要力挽特朗普所造成的伤害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 目前拜登所表示的策略 是继续走向围堵中国的策略 但是模式上与特朗普的模式 还是有点差异化的一个走向 就是属于结合要一切美国的盟友 来进行对中国的围堵 避免中国强大的策略 这个别人发展起来 你也不愿意 对不对 他之前打掉了英国 后来打掉日本 这个只有美国可以成功 这个到底是不是正义 其实大家心里各位一把尺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但是对于美国的自己来说 他们是正义 不是吗 所以目前的态势 是不会取消与中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以及针对中国所课征的关税壁垒 当然这个是目前的态势 不代表未来也会这样 为什么 因为影响目前美国政治局面的 已经不是大选结果了 而是什么 参议院的补选结果 也就是说 是乔治亚州的参议员补选 决定了拜登所辖的民主党 未来4年 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完全执政的强力政府 来完成民主党跟拜登所寄望的美国大战略 所以这个参议院的补选 完全不亚于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性 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延伸 如果共和党一样的抢下了参议员的席次 取得参议院的掌握 那么拜登可以说 没有办法太能够的进行他的实证进度 因为预算跟重大决议都必须通过了参议院的审核 如果参议院要跟拜登过不去 那么很简单一件事情 光预算案就可以卡关了 那么白宫的运作也会停摆 再次陷入了什么白宫关门的状态 这过去发生过很多次了 届时拜登能够使用的旗子也会相形的见拙 美国也会难以顺利的摆脱特朗普所设下的 美国第一的泥道 美国的政治就会陷入了一个长期的党争 让发展美国整体的经济发展会变得至爱难行 这样有什么好处 这样可以留给共和党在2024年 无论是特朗普或是其他的候选人 在竞选的时候 可以再喊一次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才有他的发展空间 其实这种事情 我们可以从美国近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到 例如什么 例如欧巴马 欧巴马的时期 参众两院都是由共和党拿下 欧巴马就难以去进行很多政策 到最后只能通过什么 政治协商交换利益 然后才能够进行少部分的政策得以施行 最后这些迟缓的发展 成了特朗普跟共和党的竞选口号 甚至是连任的口号 是什么 让美国再次伟大 而诸如此类最重要的是总统制 他的弹性是一个非常窄的弹性 就看我们看到这种党争容易产生 这种比较好的方法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或是德国的内阁制 例如我们讲一个举例来说 英国的脱欧的争议 但过去争议的非常强大 但是现任的总理强生 也就是约翰逊 他宣布了解散国会 重选之后 确定了百姓的意志 由多数党来领导的国家 然后来进行脱欧 这样的意志的统一 以及施政的进度 就会比较顺畅了 而不是花时间在什么 政治的密室交易 最后只会让国家的发展 进行空转一段时间 这种状况在过去是积息的 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弊病了 但是过去的资讯不发达的时候 这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内部协商的时候 外部得到的资讯的速度 不会这么快 就算有间谍传回去的速度 也不一定会是及时 而现在的资讯的发展速度 所造成的 就是其他国家会趁你现在发展 已经受到限制的时候 强化自己的竞争力 而让原来的国家 错失的发展的黄金的先机 很多事情在于不是你怎么做 而是你第一个做 或是你第一个抢到先机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美国要联合其他的盟友 来进行外交上的围堵 基本上一定会获得一些掌握 这是可以达到的 但是这些掌握 大概率的只会赢到一些场面上的胜利 例如什么 老师举例而言 例如对华为的围堵 例如对其他中国企业的金钱公司 上市的挂牌 但是实际上很难防卫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因为对于中国而言 华为它只是一家企业 当大家都针对华为的时候 对于中国来说 这个是非常好处理的事情 因为华为最大的市场 从来都是中国本身 中国自己的5G建设 都还没有完全的普及跟完善 华为在中国境内 就已经确保了自己不会倒闭了 而正在研发的其他技术 我们猜测可能是6G之类的 基本上也是会获得国家的保护 以及保障 那么失去的海外市场 对于华为来说 很肉痛 绝对是痛斥心肺 绝对是让你自己真的是 可恶 怎么美国这么恶劣 但是它不会有致命伤 而对于美国拼命围堵华为 他都已经耗费很大的精力了 例如蓬佩奥 他在出访各国都要去围堵华为 耗费了非常大的精力 但对于其他的事宜 在其他各国 就不一定会配合美国的意志了 就连美国自己国内的意志 都不一定能够统一 例如什么 例如对于Google 他对于华为的授权 或是对于中国晶片的销售 这基本上就是华尔街跟科技大厂 支持拜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跟澳洲一样 美国这些大厂很难找到这么多人口 然后又这么多人买得起高价手机的国家 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 中国的人口 是美国的将近4倍 这么大的市场 你限制华为一加到没有什么 因为他还有OPPO 他还有小米 还可以继续的销售 如果你要加大了围堵 那么即使拜登他同意 那么华尔街跟其他科技圈的人 他能够同意吗 那么下次选举 你搞得跟特朗普一样 那么我下次还要不要支持你 那个很难说了 所以我们必须讲一件事情 民主制度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该做的 你不一定能够做 你不该做的 偏偏你的选民要你这么做 而即便你知道是错的 但是你还是得照做 不然你就没有位置做 而利益团体 在他们这些暗中的力量 比如说像那种联准会或是其他的罗斯 柴尔德家族之类的 你会要求你做一些 你不想做 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民主制度有问题 我老是觉得 首先问题就在总统制上 基本上总统制 他是让国家衰败的最大元凶之一 总统一任几年 4年 这4年 如果你把它放在其他人身上 比如说学生 或是考生 这4年真是一个又漫长的 又辛苦的征战之路 但对于权利跟利益的拥有者来说 4年太短了 太局促了 对不对 人对于时间的定义 有时候我们去想 真的是时间这么长 还是时间这么短的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心境中 去考量这个时间的定义 当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 时间好长 当我们快乐的时候 良宵苦短 你要怎么看你人生 你是觉得他又苦又长 还是又圆满又快乐呢 好 我们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